大家好 歡迎來到TCMIC 我們今天在台北自動畫展 我們歡迎蕭先生幫我們介紹四點工具 大家好 我很快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四點工具 我們公司已經成立了將近40個年頭 我們公司早期就是做外銷為導向的 這10年我們就是了解到我們台灣的客戶 非常需要我們的手工具的產品 所以我們開始導入到內銷的領域當中 你可以看到我們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工具 我們最主要有做到磁鐵工具 也有做到螺絲起子 也有做到塑鋁綠扳手的部分 我們也提供很多國內的客戶不同的大小的零件 有這種興趣 有這種需求的廠商都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公司裡面有自己的生產線 有自己的機台 可以做大量客製化的商品 剛剛您有提到你們主要做一些磁鐵的東西 可不可以稍微幫我介紹一下你們最新的磁鐵托把 或磁鐵扫把這個產品嗎 好的 我們公司在國內最有名的就是我們的磁鐵扫把 我們磁鐵扫把整隻都是用鋁合金來做打造的 裡面常有的高強力的磁鐵 最適合就是用在像螺絲螺帽產業 或者是加工產業 通常在地板上會有很多的螺絲 或者店上有很多的鐵穴 那過往的工人他們都習慣就是用掃把或者是噴槍 想要去把那些鐵穴螺絲給移除掉 但是現在我們用磁鐵扫把了之後 車人只要輕輕的滑過去之後 所有地板上的鐵穴跟螺絲還有螺絲螺帽 就可以很快的被吸起來 那這樣子如果很多工廠他們在做5S的 或者在做清潔的一個管理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快速又方便 那更多的時候有些倉儲的一些客戶 他們會在他們工廠裡面買這個東西 是主要防止他們的規高機 或者是他們進出的車輛爆胎 因為地板上會有很多的鐵穴或螺絲 那透過用我們的磁鐵扫把的話 可以幫助他們降低這樣的一個風險 之前你們有介紹到就是你們的磁鐵扫把 有為了比較好把吸到的東西拿掉 那請問這是什麼樣的裝置 我們裡面就是藏有一個磁鐵 然後中間是有透過一個鋼索在做一個驅動 我們透過的其實是很單純的一種功能 就叫做磁鐵位移的一個功能 因為我們本身地球存在一個重力 當我們把磁鐵往上拉的時候 被吸附的東西它本身是有重量的 它會因為的重力而往下掉落 然後再透過鋼索把放回原位的時候 它又恢復的可以吸物件這樣的一個功能 透過鋼索的這樣拉伸拉伸就可以把東西 就可以把它放下來了 非常的輕鬆又簡單 未來假如我們想要找到四點工具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展會可以來找到你們 我們公司每一年都會參加 這個國內大小小的展會 那接下來下半年呢 我們近期在9月份會參加 台南的自動化的展會 以及在10月的時候呢 我們會參加台灣國際五金工具博覽會 那個在台中 那在這兩個地方都可以找到我們 我們現場都會做販售 那如果有更多客戶想要更多了解我們的話 可以上我們四點工具的粉絲頁 透過臉書搜尋四點工具 人事事點方的點四點工具 找到我們上面有我們的聯絡窗口 也有我們的訂購單 可以直接從上面直接向下單 來跟我們做採購 或者是透過PC Home或是蝦皮 找四點工具 就可以找到我們相關的產品喔 我們 Brauchen SECRET